台湾大学结合卓西乡七所学校办理布农族学童文化营 以及加薪旧社限定教学 而这次活动最具独特的教育目的意义 就是让各个学校的学生来担任小小解说员 一路上有孩子们的解说 老师们在旁协助辅导 让小朋友们对文化透过各校的学生导览 汇集成最美丽而且丰富的山中教育课程 穿着族服有点紧张地对着同学导览一旁的树木 这是台东大学主办的结合卓西乡七所的学校 办理布农族学童文化营与加薪旧社限定教学 这一次活动最独特且具有教育目的 就是让各所学校的学生来担任小小的解说员 公布答案了跟我念一遍吧 马拉比 跟着我来 跟着我来 马拉比 跟着我来 马拉比因为英语的关系这里就被翻译成瓦拉米步道 一路上有孩子们的解说 老师们在旁协助补充 让孩子们对文化透过各校学生的导览 汇集成最美丽并且丰富的山中教育课程 第三个禁止水域取走任何东西所有权 马拉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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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趟来回将近五个小时回家的路 学生们学到看到听到布农族的传统禁忌规范 防灾传统知识 迁移历史 植物山林智慧 祈福歌谣教育 在透过布农族诗人撒利兰诉说石板屋的奥秘之后 结束了这一趟象山之旅 也正式开启了小小学生和山林祖先间亲密对话的旅程 记者高双双卓西香 采访报道